中国要求全球四 四家航空公司 让台湾更名隶属中国 725大限日一到 国际航空陆续将台湾撤下 围绕此事取得的 一些积极进展 有关外国航空公司 采取的整改的举动 基于肯定 中国以商贸合作 强逼各家航空就范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不少航空公司 寄出妙招让中国跟着消失 不过与其他航空公司 在目的地列表中 标注中国台湾不同的是 他们只是在机场名称后面 删除了台湾字样 点入全日空网站 现在出发点只剩城市台北 不见国民 机场区域更开辟了东亚地区 台北就是台北 而日本航空也跟进 完全拔除中国国民 让台北和首尔上海等国际大臣 并列东亚地区 避开对台湾归属表态 其他像是美国航空 达美航空 联合韩亚 大海航空等 虽然去台湾也没家住中国 所幸只秀出城市 而其他像是新航 澳航 泰国 英国 印尼 阿联酋等航空公司 则直接顺从中国 要求改成中国台湾 中国锐实力顺透全球 引发国际反弹 多家和台湾航线合作密切的航空 做出弹性调整 巧妙抵制中国 三里新闻靠您做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